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东装穿起来显胖又臃肿 学学养子是怎么搭配的,让你完美逆袭 相信很多90后的童年里都有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那就是《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Seven的童年回忆啊 剧中的演员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Seven的童年男神女神 在众多的演员中,Seven最喜欢的以为就是小猴子杨子了 长大后的杨子演技也是不减当年 先后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角色 而杨子除了角色塑造非常出色之外 在穿搭方面也是非常有心得的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杨子来学习一下在冬天到底应该怎么搭配 才能没那么臃肿吧 牛仔外套和卫衣都算得上是秋冬非常常见的单品了 而且它们都是属于那种非常百搭的衣服 无论什么样的风格它们都可以hold得住 就比如小猴子这一身衣服 一件孔雀绿莲帽卫衣搭配一件简单的牛仔外套 造型简单大方,还非常有活力 在温度还没有彻底降低之前 这么穿最合适了 如果不想穿外套的话也可以单独穿一件卫衣 怕冷的话就选择一件宽松一些的卫衣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肆地在里面塞厚衣服了 杨子的这一套穿搭选择的就是一件比较宽松的卫衣和一条直筒牛仔裤 卫衣一摆塞进裤腰里面一点,可以提高腰线 显得腿更长一些 而没有塞进裤腰的部分则是很好的修饰臀部的形状 这样的搭配方式比较适合屁股比较大或者是胯比较宽的姑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杨子上春晚的时候的搭配呢? 这一套衣服是Seven最喜欢的一套穿搭 非常显气质的一身衣服 内搭选择的是白色衬衣和黑色针织半身裙 淑女气息满满 外面穿的是一件红色的那子大衣 过年的时候穿红色是最好看的了 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 想象一下,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周围一片都是白茫茫的 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红衣的姑娘 那画面想想就非常美 而且这种的子大衣保暖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完全不用担心冬天穿会冷 如果你想走酷酷的运动饭的话 可以试试这一身搭配 一件均绿色的长款羽绒服 下身搭配一件运动裤 本来土土的搭配穿在杨子身上竟然成为了最佳拍档 尤其是上身的羽绒服 因为是棒球服版型 所以不会特别臃肿 好多人都吐曹杨子的腿短 看了这张照片之后你还会说他腿短吗? 一件红黑色毛衣搭配一条江黄色半身裙 毛衣衣摆栽一点在裙腰里面 分分钟营造出大长腿的感觉 在7的心里杨子一直都是一副古灵精怪的形象 但是现在的小猴子也是一个成熟的姑娘了 走起玉解锋来也丝毫不差 就比如这一身西装的搭配 整体的颜色都是非常大气的米白色 西装外套略微有一些修身 可以将腰线勾勒出来 下身搭配的是一条到脚踝的半身裙优雅又有气质 这一身衣服相对来说就不那么日常了 比较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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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